不及教養未成年子女 因考量子女的年齡及發展程度 尊重子女的人格 不得對子女的身心暴力行為 意思就是希望每一個年齡的小孩 他本來就是有他自己不同的身心發展的模式 那我們大人要適時適性的去調整 我們要怎麼樣去帶孩子跟孩子好好說話 跟孩子去回應 那我們希望有國家來帶領這樣子的一個這樣的方式 並且可以做到結構性的支持